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今天要做个Full Glam的上妆示范 那接下来我们就get it started 那我们先来上妆 今天我用的粉底液是Bourgeois 这个法国的牌子 在所有的加拿大药妆店都可以买到这个法国的粉底液 它推的就是比较自然glowy发亮的妆感 那我先积一点在我的手心上 它还有另外一款同样的牌子底妆 包装有一点点不一样 然后稍稍便宜一些 那款主要推的是轻薄的轻头的妆感 那这个的coverage 遮盖力比较好 因为今天是要去参加婚礼 所以我希望遮盖力还是好一些 有时候你觉得刷子推不太匀的话 可以拿一个beauty blender或者是这样的 sponge 然后在上面喷湿 喷湿以后再轻心的在脸上轻拍 把它点匀 接下来我要用一个新的产品 我是从face shop买的 最近他们在打五折 所以非常的滑爽 买了很多的化妆品 这两款是他们做修容和打亮的 深的这个叫CC Contouring Cushion 浅的这个叫CC Concealing Cushion 所以就是顾名思义呢 浅的我们可以在脸上做打亮的动作 刚开始没有产品的时候 就在像挤原子笔一样把产品挤出来 然后轻轻地点在眼下啊 鼻梁上啊 然后有痘印的地方做打亮和修容的动作 然后同样拿BB Blender 然后同样拿这个海绵 把在脸上轻轻地推开 它这个提亮的效果还是非常自然的 就不能说它能遮盖掉所有的痘印啊 红血丝啊 但是还是能看到你本身的肤色 我觉得它打亮的功效比遮瑕的效果更出重一些 接下来同样的道理 用这个烧身的颜色 提出点产品 画在需要修容的地方 用一点点纳尔斯来再遮瑕 如果平时的妆容的话 我就不会很在乎 但是因为今天是参加婚礼 所以我还希望遮盖力和持妆度会好一些 接下来我们来画眉毛 还是我惯用的Eduhouse的眉笔 今天我画法有一点点不同的是 我会先把眉毛的轮廓画出来 接下来填充眉毛的动作呢 用我新买的也是Face Shop的 这个产品叫Designing Brow Care 所以它就是借用像Mascara的效果一样 但是它是涂在你的眉毛上 我选的颜色呢是这种深棕色 然后就是刷在我的毛上 眼影的部分呢 我会到两个产品 准确说是两个品牌的产品 第一个产品呢 是Face Shop的 就单色眼影 第二个呢是Colourpop的 是我一直以来期待非常之久的 大家都已经讨论了半天的那种冠状的眼影霜 所以我非常期待它的眼睛上的妆感 所以先做打底呢 我会用这个Face Shop 这个Face Shop没有颜色 但是是这种淡棕色的来做打底 就是做打底漸层色的颜色呢 我都会比较推荐大家使用 比较中性的颜色 跟你的肤色比较相近的颜色 接下来呢 我会用比较小的这一头 蘸取一点这种橘黄色 来做第二个渐变色 接下来呢 打算用Colourpop的Summerside 我应该是这个色号叫Summerside吧 是一种深棕色 接近于红色的一种深棕色 接下来会有一种非常细的刷子 从里面占取一点产品 因为它就是湿润的感觉 我刷一下在手臂上 因为它就是一种湿润的感觉 所以它显色度非常的高 所以上妆的时候就会小心点 我会上在眼角的部分 这样就可以看到 渐渐的有这种Smokey Ice的效果 接下来我再回去 蘸这个橘黄色 来做加强的渐层的动作 内眼角的部分 我会用一个粉色的 也是Colourpop的颜色 它这种是干的 叫Press Powder 这叫Sauvage Sauvage是Colourpop的 那种淡粉色 里面有一点点的珠光色 接下来用第一个渐层色 来清理一下眼部 回来加强这个深色的部分 好 下一步我们打算来提亮 让眼睛内周的部分 可以让你的眼睛更有神 那我用的颜色也是Colourpop 名字叫做Sundance 这个颜色呢 是非常漂亮的珠光色 我来刷一下 你看这个光泽感 占取一些产品 然后我打算用另外一个颜色来做叠加 叫Lightning Bug 它这顾名C真的是Lightning Bug 非常的亮 所以会就占取一点在手心上 然后涂在你的眼皮中间 不让你看不看得出来 现在我的眼皮非常的亮 平时就会很少化这样的妆 但是要出去一些场合的话 就让你眼睛pop 我的眼线笔是在Face Shop买的 这个眼线笔的名字叫Gel Set 是Smudge Proof Color Pencil 色号呢好像没有写 但是是一种深棕色的 带一点点香槟精的颜色 接下来画睫毛 接下来画睫毛 下面我们来画腮红 也是Face Shop的 是Single Blush 为了配合我的眼霜呢 我用的是同样的色系 就是这种橘红色的 然后会上一只小小的刷子 超可爱的橘黄色 你看超可爱的 接下来这新产品呢 也是Colour Pop的大亮 它的颜色是Wisp 好像是据说最接近 那个Champagne Pop的颜色 然后拿个大刷子 它还是有点湿润 感觉到它的这个眼影霜一样 看得出来吗 OK 几乎就是最后一个工作了 我打算用粉色的唇膏 就跟我的服装会搭配 这个也是Colour Pop 叫Ultra Glossy Lip 所以它呢是 其实是gloss 但是它非常的显色 所以你看我刷一下 就非常浓郁的这种紫粉色 所以打算刷最后 OK 这样我的妆容就好了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先要用Nix的喷雾来定下妆 它这个喷雾的效果呢 是Dewey的 然后是long lasting 就比较使你的妆能够持得更久 它的效果有两种 另外一种没买的是matte 那我比较喜欢脸上有光泽 所以买的是setting spray Dewey版的 现在我就要去做头发穿衣服 然后我们等会儿再见吧 然后最后一个步骤 要喷上我的迪耀香水 准备出发了 Bye Bye